欢迎收看订阅我是起耀 我在刚刚不久呢 滑手机就滑到了这个新闻 然后呢 就讲 好啦 伊斯兰党 一直都是讲说要争取非穆斯林支持 然后再滑滑一下呢 我又看到这个新闻 哇老耶 我就在想说呢 这个伊党老二啊 你到底是在攻杀小 我觉得这么好笑是因为呢 前脚啊才说要争取这个非穆斯林支持 才能入主不成才能执政 然后后脚呢 他真的是唐儿皇子就讲说 哎呀你们呢 华人讲华语啊会导致这个 乌义啊他们呢 心生猜疑所以呢 丹州模式是最好的 你看丹州这一边呢 就算是这个华人呢 很多也是只是讲马来文罢了 啊这样子大家就天下太平了 所以呢 呃只有两种说法啦 第一种说法你真的是觉得 你跟华人讲 叫他们不要讲华语 你觉得他们呢 会认同你啊 第二种说法就是呢 你压根就从来没有想要入主不成 也没有想过要非穆斯林的票啦 所以我今天这支视频呢 除了想要吐槽一下啦 这个一党老二这种千里啊 表里不一的这种说法 其实我还想要跟大家呢 更正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人 包括很多的华人真的会认为说 哎其实啊你懂吗 我们讲华语呢啊 真的就是会让这个马来人心生猜忌 对吗啊 他们呢就会以为我们讲他胖啊 以为讲他的坏话什么什么的 ok 只是呢 关于这种说法 那你要讲他完全错吗 呃 我不觉得完全错 或许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啊但是首先第一 他绝对不能成为呢 剥夺我们讲自己母语的这一个 呃 理由吧 啊总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呢 你就叫大家 呃 从今以后我不鼓励你讲这个华语 或者在更加以后呢 我强制你不可以讲华语 不能讲印度语 大米尔语 还是东马这边啊 啊这些少数民族通通不可以讲你的母语 就只能够讲这一个呃 呃马来文 哇这样子实际上你比独裁更加独裁了啊 啊这是第一 但是第二点我要大家仔细的去想想吧 我们就假设一个状况啦 啊像这个伊党老二所言啊 真的有一天呢 马来西亚真的全部的民族都被同化 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根 忘记了自己的母语 从今以后大家就只讲马来文 请问不会有猜忌的问题吗 我举一个例子啦 我相信很多的上班族啊 凡是你有在这个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啊混过啊 你有泡过那个文化你就知道了 啊像是办公室文化里面 诶这个老板今天呢 啊来称赞一个员工 哇这个阿药最近呢做得很不错啊 ok啊继续卖力的做 有些人就觉得 诶是啊不错啊 就是被鼓励嘛 有些人就觉得 诶这样称赞我啊 不就是要让我做更多的工 哎呀少来这套啊老板 啊在一些情况下呢 同事称赞一下你 诶最近不错啊 啊这个穿的这个很漂亮 啊然后呢也会有人可以觉得说 哎呀虚情假意啦 自己穿到这个几万的这个 这个劳力士 驾跑车又不讲 分明是在调侃在笑我 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呢 我们用同一种语言去沟通 就算是这个语言是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这种猜忌的这个心理 会不会因此而消失呢 实际上这个事情是没完没了 不可能会消失的 可能现在你听得懂他讲话 但是你会不会讲说 啊门前是这样跟我讲啦 但是谁知道他背后讲什么东西 跟他背后插我刀咧对吗 有些人当面讲你的好话 但是呢你可能觉得 哎呀他这样讲话 其实是在讽刺我 实际上呢只是表里不一 所以人的猜忌心理实际上一直都存在 哪怕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大家都讲华语的圈子 彼此猜忌也是一个人性存在的一个弱点 这是人之常行 就算是在马来人啊 大家在这个同一个地方讲着同一个语言 猜忌的心态仍然是在那边 所以会不会猜忌的重点 从来就不是出自于语言啊 更多时候是出自于人性 OK 你看看其实其他的这个国家 在那么多种语言的情况下 有没有所谓调查告诉你会加重这个猜忌呢 不会吧 OK 而且我们现在的状况也不是说 你不能够学华语 你不能学大米尔语嘛 你可以去学嘛 那如果你真正觉得说这个事情 你听不懂其他人的这个语言 你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做的事情 一就是你自己去学 二就是找一个会华语的这个朋友 帮忙就听一下啊 然后翻译一下就知道事情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个伊斯兰党老二的这番言论 除了自相矛盾之外呢 实际上也是有在误导整个群众 也就是这一个言论散发出去 如果真的有人知道的话 会不会从本来的啊 就对其他的民族的不友善感 转而变去对于其他民族语言的不友善感呢 那以后是不是我们说自己民族的语言 说自己的母语 也要被人家敌视呢 也要被视为是一种不尊敬他人的这个体现呢 更加可怕的是 如果这种观念 真的是根深蒂固 这个伊斯兰党 像他讲的单州是最好的模式 如果真的是已经成了一个定局 那以后在立法上 在法律上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真的连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 用母语来表达 都成为一种罪过 那种世界真的是我 疏难想象的这个世界 OK 而更糟糕的是 就算是去到那个世界 猜忌的心态不会有吗 社会就会什么天下太平 不要傻啦 一党老二 OK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